大家好 計時開始 大家好 我叫薇德 因為昨天剛伴王活動 然後伴王活動之後又跟當地人就是敷花 所以喝的有點晚 然後現在精神有點不繼續 因為其實在山上的生活就是這樣 那我今天可以先跳到第一頁嗎 然後我今天是 我今天是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山上的生活跟山上的故事 然後把山上的生活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那為什麼用這個標題呢 就是當我們走入一個新的環境的時候 我們是否是真的用心去觀察這個環境 去感受體驗這個環境 還有就是當我們走入另外一個階段 人生另外一階段的時候 我們是否真的是隨著自己的心意去走 然後接下來的每一步 對 一開始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這一點 然後再下一頁 對 我自己有嗎 好 好 然後就是我們這個團隊有三個人 平常都是中間這個人的講話 因為他就是 他是普林作 他就是社會企業的講師 對 他至今可能今年就有兩百多場的演講 然後也上過10了 對 然後左邊那個是我 我叫蔡瑞德 對 我叫蔡瑞德 然後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讀光源設計的背景 但是因為本身 我喜歡去旅行 喜歡去挖掘一些台灣各個角落美麗的故事 那自從挖掘這些東西之後 你會覺得說 當你看到這些美麗與哀愁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能夠為這片獨立做一些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希望把自己所學的東西 然後可以回饋在這片獨立上 那 當時候就覺得 我 當時候接觸的是文化創意這個部分 那我希望 我能不能在一個地方 可以去開始自己的一個想法去實踐它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 一個開始跟起點 那他就是位在新北市的坪里 對 大家可能對 那個坪里這個地方 可能大家很陌生 因為都不知道 很多人好像 我接觸很多人都不知道台北有便宜這個地方 那 他雖然表面是一棟 兩層樓的透天處 可是當他一往外看的時候 對 窗外就是這個風景 對 然後 其實 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就是 當我們每一個人在 過這麼快的生活當下 我們是不是 就是 沒有好好去看身邊美麗的風景 對啊 然後 這邊 除了美麗的風景之外呢 我們也看到這邊的人 他的生活態度 其實 這邊的人我想要分享的是 有幾個故事啊 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 這個阿嬤 他現在年紀快80歲了 然後他種的菜 是當地最多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希望可以透過來這邊的人去 真的體驗在地食材 從食材認識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找阿嬤 然後希望他 一般的菜可以給我們拔 然後我們就直接吃當地的菜 那 從這樣一次一次經驗過後 阿嬤 從一開始的 陌生 然後到現在 每一個人去的時候 拔完菜 他都會給大家一個熱情的擁抱 跟親吻 所以他有一個抽號叫Cindy 對 因為他 親的時候呢 他不只會 Cindy是說Cindy啊 就是 他親的時候他不只會親 他還會這樣吸一下 所以當你吸的時候 你就感覺到 那個能量的注入是 我們不一樣 對 所以 當你看到這樣他熱情的背後 其實他是一路上很辛苦的走過來 包含他 老公那時候參加823泡戰 有兩年的時間沒有回來 所以他立刻人要撫養小孩子 三個小孩子 然後包含 包含就是 最小小孩子 可能有一些精神狀況的一些疾病 那可能 從小一直就很辛苦的帶他 然後 所以他經歷過這麼多的辛苦 然後我覺得他就是因為 有一些 因為這些失去 然後一些這些辛苦 所以他到現在才更懂得去 呃 珍惜跟給予 對 然後再來是 呃 這邊的一位阿公 對他也快八十幾歲了 然後他是當地唯一種植有機茶的 對 然後我們 呃 我會覺得那時候 我剛進去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是一個簡單的村落 我剛進去的時候 我會覺得 有機茶不是 年輕人才會有辦法接收這個訊息嗎 可是 當地的阿公他跟我講說 呃 其實他做有機茶不是為了 不是說什麼 我為了這邊的環境 我要保護這邊的水土資源 而是他說 其實很簡單 就是為了自己的健康而已 那其實從阿公的這句話當中 讓我感受到的是 呃 當我們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雖然這句話聽起來有點自私 可是 當我們在做每件對的事情的時候 不是都從自己開始嗎 然後這是一個阿姨 對 他的饅頭店叫做 良心饅頭店 那他的饅頭其實有 呃 良心有兩種意思 第一個意思是 呃 他 當然是 他非常有良心 因為我們那時候早上 呃 我們本來說 阿姨你幾點做饅頭 然後阿姨就說不用了 因為我們想要跟著他全程去 去參與 然後阿姨就說不用 你們絕對請不來 然後 然後 蟬蟬打說好啦 那四點來我家 所以他四點 從四點開始 就是從黃豆 開始去磨豆漿 然後 整個過程當中 不含一滴水 對 所以他整個食材的方面 是非常有 真的有用心去做 那另外一個良心是 呃 他把 他這個饅頭的話 大概賣了二十年 可是 他 呃 一直都是十塊錢 從來不漲價 然後 甚至他用五塊錢的價格 賣給當地的偏遠地區的小學 每天佔助他們吃早餐 對 那 另外一個良心的部分是 呃 當初他因為 還在工作 然後一邊賣饅頭 然後沒有時間 所以就把饅頭放在他們家店門口 然後放一個盒子 然後讓人家自己去投 這就寫十塊 然後你要投多投 投少其實 就是看你自己的良心 那 呃 到現在為止 雖然阿姨是正直的 可是 到現在 就是你到他地裡面去 你也是把十塊錢 放在桌上 然後他完全不看 他就做他的饅頭 對 所以 我覺得阿姨他是非常的相信 呃 彼此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對 所以 他就是因為相信這種信任 所以 他才有動力去做他喜歡的事情 那 呃 從阿姨身上我也學 我也看到說 那你 我們是否也相信某一種東西 所以 讓我們才有辦法去完成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再來就是 這個 要慎重介紹 他是杜紹文的隔壁 就是剛愛動的隔壁 他是 呃 2012年全國自查冠軍師 對 因為每一年 呃 他是比自查技術 不是比查的那個 因為 你去當地 平民那邊就是 主要以自己查的產業為主 那你去當地的話 每一家 幾乎 呃 他們每一家都有獎牌 因為他們 就只有那麼一定的大 所以 每個人都比來比去 大家都差不多 那 他是唯一 代表平民 然後到全國參加2012年 的自查 然後獲得冠軍 那 為什麼 呃 其實他的特別的地方就是說 呃 其實 他的特 他的嗅覺跟味覺特別靈敏 對 因為 當他喝到這杯 這杯茶的時候 他可以知道 呃 呃 那個茶師在前一個晚上的時候 哪一部分 哪一部分 睡著了 所以 這個茶葉可能 呃 有點偏差 他都喝得出來 然後 他的另外一個綽號叫小黑 對 因為 呃 小黑是一個 小黑就是一隻狗啦 然後 他們這邊 呃 會有打獵的習慣 所以他就像 人家瘋阿維小黑就是說 他 他就像山上的獵狗 然後每次只要他看到的 或是山裡爬的 水裡有的 只要他看到的 隔天就會變成 呃 在餐桌上 對 所以 我每次等他 每次他一出去 我們就說大哥你要去哪裡 然後他說 秘密 然後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就乖乖再講一個 對 因為他就是會 然後我就會送一些山珍海味過來 所以 呃 我覺得很酷 因為這邊的茶室不只是茶室 而是 一個在 甚至在當地生活的人 然後 剩六分鐘 好 那 介紹到這邊 我覺得 呃 介紹完這邊的一些故事 之後呢 呃 其實這邊 我剛才介紹非常少的部分 然後 呃 我們在當地也是繼續繼續去挖掘這些美麗的故事 那 當你 呃 去挖掘這些故事 然後當地人 呃 願意 分享他們自己的東西 願意分享給你 願意把自己 呃 醃的醬菜啊 或者是 或現在甚至 呃 我們只要一有空 呃 就會叫我們到他們家吃飯 當你從當地人 呃 身上 得到很多東西 的時候 你會去想 那我能給這片土地什麼 所以呢 我們就想說 我們希望是一個 是一座橋樑 我們希望把 上外面的人 帶進來 把上你的生活帶出去 對 因為我們希望 呃 連結 城市跟 農村的一個架子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從 剛那個 平臨的地方到 心理區 你從google查的話 其實只要36分鐘 對 因為現在水雀開通了 就北醫公路 呃 不到五號的話 只要36分鐘 那 呃 當中市人 呃 心裡有一種 心裡生病的時候 或是他想要 呃 一個 跳脫一個環境的時候 他卻不知道 在三四分鐘的距離 就有這樣的一個環境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希望把更多人帶進來 然後 連結在地與 外面的關係 那 其實我們 呃 現在來的客群 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那我們也希望說 藉由這些年輕人 來 然後用一些 新的創意 新的想法 讓延續這邊的一些 老舊生活的美好 用新的方式 所以呢 我們的主軸就是 連結 呃 在地與 呃 連結 外 呃 外面跟在地 然後呃 我們希望外面的人 可以看到自己的價值 來這邊的話 可以看到自己的價值之外 也可以看到 當地的價值 那我們希望用一些 創新的方式 延續這邊老生活的美好 所以呢 我們就是找一個理由 呃 把一些 這邊很好的傳統記憶 跟傳統方式 呃 把它保存一下 那我們就透過工作法 然後 工作 呃 小旅行的體驗 像這位大哥 他本來是 在當地是做紙紮物的 那 原本他是做那種 一層兩層樓高 呃 的紙紮物 然後 呃 現在因為產業沒落嘛 沒有人要接 那我就跟大哥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帶一些年輕人 來跟你學 然後 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他現在一次兩次三次 那 他現在慢慢的 呃 原本從 他就說 這個東西就是沒有人要接啊 然後 然後大家都 大家都不關心 那到現在 他慢慢慢慢的 我們覺得他自己 當他在教這些學生的時候 他是看到自己的價值 然後包含就是我們隔壁的那個 蔡大哥 他也是 呃 我們也會有一些品茶的課程 那 呃 其實在這邊很多一些茶農啊 他們 平常只是做茶跟賣茶 可是他們都不知道說 當他們 就是他們其實有滿腹的茶經想要講 但是 呃 他們卻不知道說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外面更多人知道 那我們就扮演這樣的角色 對 然後還有這邊的風景 對 這邊的風景 就是因為呃 他算是 水色水湖的自然保育區 所以 這邊的自然風景非常的美 然後有非常豐富的生態資源 所以呢 我們也希望說大家 然後這邊可以用自己的五感 自己的身體 去跟這邊大自然接觸 然後有一些手作的工坊 對 呃 為什麼需要用手作呢 因為我們希望傳遞一些手作的溫度 那 呃 很多人來到一個地方旅行的時候 他只是 買買東西 然後 呃 玩一玩就走了 可是我們希望你來到這邊 是創造你跟這邊的故事 那 呃 手作是一個很好的 帶回去的東西 那像這個的話 就是你來這邊 然後 當體驗之後 你可以用這邊的植物 然後跟 呃 藝術跟金工作結合 用時刻的方式 把 呃 葉子的紋路 呃 十顆進去 然後可以把這份風景 一起帶回家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 暑假也有 打工換宿的 呃 呃 打工換宿的 呃 創意 然後去回這邊 篤地 好 所以剩不到一分鐘 然後呃 他們除了 呃 勞力跟 勞力之 因為很多打工換宿 他可能去 來到我們這個民宿 來到某一間民宿的話 只是換換被子 折折穿 招待客人 可是來到我們這邊的時候 我們是發散給各個農家 我們暑假的話 有十二個農家 跟我們配合 然後 他們到這 每天都到各個不同農家 去做服務跟體驗 然後晚上回來這邊 我們一個小小的分享 分享你今天的一些過程 跟你學到的東西 那現在就是晚上 就是我們每天晚上 其實都有一個分享 那 有些人呢 他不只是用勞力 而是用他的一些技能 呃 包括他會攝影 或是他有在寫一些 呃 專欄的作家 那他就會幫這些老店 有一些新的故事 嗯 然後有一些 呃 很喜歡畫畫的 那我們就 他們就可以到 呃 附近的鄰居家裡去 然後畫一面這面牆 對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呃 呃 體驗的工 那個 設計思考的工作法 對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工作法 呃 你去有一個方式 我們把外面的人帶進來 跟這裡的人一起學習 那他們可以跟在地商家做一些 我們大部分的工作法的形式 就是外面的人來這邊學習之後 跟在地人一起去討論 這邊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 討論這邊應該是什麼樣的發展 然後有沒有一些創新的可能 然後這個工作坊的目的 也是希望說 可以讓一些 想要這片土地或這個社會 做一些不一樣事情的年輕人 他有一個新的舞台 然後這就是我們到時候 每一次工作坊 都會有一個成果的分享 那我們今年也接了大概四間學校的 創新創業的課程的一個活動 然後 呃 來了 來了四間學校 然後未來也會跟做一些兩岸學生的一些交流 對 然後 呃 為什麼想說分享 因為焦點也在做分享的事情 我覺得 呃 呃 分享真的可以讓行動更有力量 當你在呃 呃 這個環境的時候 其實不管是在地人也好 年輕人也好 那時候心裡大家是凝聚在一起的 那 不管說 呃 可能這個專案是不是到後來真的有被執行 呃 它並不是重點 而是在那個當下 大家是為了這個地方 然後 一起 讓這個地方可以更好 然後再來就是 最後 最後 呃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呃 雖然如果這個地方是因為 呃 大家說因為雪碎開通 所以這個地方沒落 被定義成這個 呃 沒落的地方 但是就是因為 沒落 然後 自然 遊客變少了 然後自然環境增加了 然後 垃圾也減少了 所以 在我們的眼裡 我們看到的不是 呃 呃 不是 呃 愛愁 而是 因為 有這些愛愁 有這些困難 所以它才有轉變跟翻轉的機會 所以 最後 呃 希望說不管是 呃 你是不是能找到自己 現在有或現在還沒有找到自己的事情 想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把 自己的呃 所學跟自己的能力 用在自己的 呃 現實的生活當中 因為這樣子 你才會有力量 然後 呃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找到一件事情 想要做的話 趕快找個理由 讓自己出發 然後 如果你也是在 呃 現在是在壯業上面夥伴 然後也希望說 呃 我們可以一起努力 一起加油 然後 讓這片土地讓台灣可以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威德帶來的分享 我覺得 呃 在金瓜生號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比較 嗯 實踐的概念就是 他們很認真的在過身旁 他們很用心的去 去觀察身旁的所有事情 可能是 呃 一棵小樹也好 或是一朵畫也好 或是牆壁上的一朵畫也好 或是牆壁上的一朵畫也好 很多時候我們可能走在這個都市裡面 可能台北人會漸漸的 在這個都市所冷漠掉 所以我們會去忽略到那些 嗯 我們可以我們所看到的事物 那其實每一件事情都 它的背後都有它的故事跟意義 只是等待著我們去發掘而已 所以在金瓜生號這邊 你可以看到他們很認真的來過生活 很認真的為這些老地方老文化所做發展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現在一直都有在辦活動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 Follow金瓜生號的粉絲頁 他們不時的會有工作坊 或是打工換術等等的活動 來讓大家參與 那接下來我們下一位講者 是我們